我去纳吉2009年4月3号 踏上布城办公室的台阶 我是等在现场看着他走上去的 4月3号我看着巴拉跟纳吉交接 2009年4月3号 如果纳吉今年2018年 4月3号还不解散 他就坐满9年的手段 9年 现在快接近9年了 我们万一问自己过去9年来 我们过得怎么样 我们过得好不好 过去9年 他担任首相那一年出生的小孩 今年上三年级9岁了 如果这一届大选 我们没有办法判成功 纳吉会再多做10年首相 10年后 大家可以想象 他上任那一天出生的小孩 10年后 他已经是19岁的成年人 他就在想着自己大选要面上 他的未来在哪里 他要不要离开这个国家 这一场大选 这一场大选 将会决定这一批年轻人 十年后的未来在哪里 我们现场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 可能觉得无所谓了 但是看一看我们身边的小朋友 我们这一票为他们投 我们这一票为他们投